Loggins May Verify 周杰伦的半数人 还是被广大玩家奉为经典的游戏神曲 这首歌自02年发行以来 就深受广大杰伦歌迷的喜爱 酷炫的旋律和节奏感 满满的歌词让人听得欲罢不能 作为周杰伦与魔兽争霸3合作所处的命迹宣传主题曲 这首歌不一大获成功 许多小伙伴正是由于这首歌的传播普及 才开始接触并爱上魔兽争霸3 开头的电子音就加入了魔兽三军对行军的脚步声的音效 中间混乱又紧凑的节奏感 正适合这款游戏的风格 这便是很多魔兽玩家奉为神曲的理由 甚至认为这首歌至少超前了13年 数页有专攻 这首歌单纯从音乐元素上来说不已很完美 但是事实上这首歌的歌词 却存在着致命性的硬伤 开头第一句歌词再也没有纯白的灵魂 自人类堕落为半兽人 就让魔兽剧情当真爱粉感到无语 因为半兽人兽人在背景故事当中是德拉洛世界土生土长的一个种族 并不存在兽化的过程 更不存在还原为人的情况 这让很多魔兽玩家开口质疑方文山和周杰伦根本不了解这款游戏 也让后来很多因为此刻入坑的小伙伴 怀疑自己玩的到底 是不是周杰伦写的游戏了 这首歌作为魔兽三的宣传曲效果非常出众 但是作为魔兽三的游戏主题曲却是不合格的 这是魔兽真爱粉所公认的事情 与之相对比 人前其为猪仙演唱的主题曲 《猪仙我回来》才是最经典的游戏主题曲 自07年随游戏一起上线以来 足足伴随了猪仙玩家十一年整 当初喜欢听的人现在都已经当跌砲 在歌曲完全针对猪仙游戏中的人物和故事量身打造 展现出狭意知情的磅礴气势 一句我回来会带着一身光彩 就唱出冷无数猪仙玩家的仙侠梦 如今猪仙三强势归来 新版本四季凡格被猪仙玩家们带来全新PVP副本四季战场 春夏秋冬四座新岛屿和特殊的战斗模式 带给猪仙玩家不一样的战斗体验 同时猪仙三上线的林徐行等三位新人物 对青云等门派做出调整 一定能够唤醒你的猪仙情节 猪仙我回来陪伴玩家已经十一年了 仍然是玩家心中最经典的游戏神曲 如今版本再更新 进入游戏的那一刻听到这首歌 依然难忘当年热血和追求的仙侠梦 为什么周迅得不到大猪蹄子的爱